七七这么好看的托尾特效 我不允许你的七七还没有 挑战打不过 我来教你啊 首先给七七换上 从行秋手上抢来的祭礼剑 没有的话就抢巴尼特的西风剑 剩一物随便就好 带点充能的就行 挑战的第一关点亮方碑 先点亮右手边这两个靠得比较近的 然后直接走到下一个方碑 挨个点亮 这里要掌握下节奏哈 有两下是比较快的 点完赶紧下一个就行 要更快一点吗 搞定搞定 第二关打小宝 开启挑战 飞蟹尔召唤个鸟 然后七七放战技 注意躲避小宝的攻击 这里只要被打到一下就寄了 然后切飞蟹尔打蓄力重鲲 注意看七七的血量 这里比较恶心掉血很快 血块掉掉一半 就要切七七出来平A回血了 直到七七战技好 放战技以内回血 如果七七带的是技里剑的话 可以重置战技 会相对轻松一点 不是的话就要靠大招来过渡 中间那段战技的真空气了 放完大招记得切飞蟹尔攻击回血 然后多打两下重击 七七快没血了赶紧战技回满 后面的话慢慢磨就可以过去了 可以看到时间是很充裕的 千万不要慌 各位学费了没 学费的扣一没学费的 再看两百遍视频 我用这个视频 我用这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